晚上我们来谈信心的人生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信心 什么叫信心 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 就是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 信心可能也变成我们人生一部分 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 可能说我们生活哪里需要信心 反正每天都照常生活 其实我们的查卡是有的 那么先看信心的定义 信心就是确信所冤枉的能够实现 我们确信所冤枉的能够实现 虽然这个冤枉没有被 没有被证实 没有被证实 假如已经被证实 还是已经看到了 那当然就不需要再相信 因为已经有人了 所以就不需要相信 所谓的信 就是也是对某一个人 是对某件事情的一种信任 所以这个信 这是人的话 人的话 那对人的话 我采取 我采取你的话 我因为这个满意你的话 就是说你的话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特意 我就在 虽然 我没有去证实 你所讲的是不是事实 但是我的信任 这个人 这个就是 我们一般字典 还是一般所谓的信 那我们来看圣经 对于信的定义 因为毕竟圣经的话 跟我们一般的话 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一般的生活 当然也是需要信心 但是这个 在信仰的领域 更是需要我们信心 那我们来看 西伯拉书十一章第一节 西伯拉书十一章第一节 我们还记得 刚刚所说的 这个信的 这个字典的解释 就是 确信所愿望的 能够实现 圣经的解释 信就是所望 只是的实底 是未见 只是的确据 所以我们看 很奇妙 其实 就是圣经所说的 就是跟一般 我们字典里面所描述的 是差不多一样 因为他说 所愿望的 所望的 那个 所望的 我们所愿望的 还没有被看见 还没有被证实 所以是未见 所以这个来讲 都是一样 就是所望 还有未见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就不一样 第二个 他说 就是实底 实底 还有确据 所以这两个 就是我们的字典 没有描述的 字典只是描述说 我们所愿望的 相信他 确信他能够实现 可是呢 有没有底呢 这个就不知道吧 圣经就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实底 要确据 那实底 我们就是看英文的话 说这个是substance 那substance就是物质 这是物质 也就是说 实际存在的事物 它是实际存在的 我们所相信的东西 是实际存在的 我们等一下就来讲 等一下再谈 所以第一个是 它确实是存在 因为substance就是一个物质 一个东西 比较花草树木 小到这个原子分子 大到飞机 大炮 那这些都是物质 它是确实存在的 一个东西 当然是说造之物 是确实存在的 那么是一个 这个缺据 这个缺据就是 evidence 就是完全的信任 某个人的能力 我们看相信 相信事情 我们先来讲事情 说你相信一个事情 它确实是存在 比如说我相信 有这个什么火星的存在 我们看不到 只是照片 可是我们也没有去 我看人在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去过火星 可是它确实是存在 确实就是一个 他有这个能力 让他所说的话 这个人就代表他所说的话 一定是 就是那么一回事 就是有了 他说什么 他说有就有 他说没有就没有 他说的话算数 因为他有能力 所以说是一个人的能力 大到让我们 没有怀疑 比如说一个 这个专家 然后他比如说 一个医生在做手术 他从来没有失败过 他这个手术 技术很好 就是很复杂的 他也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 因为他很有经验 那这个就是他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确信他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确据的理由 所以所望之事实底 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事情的存在 有那么一个事情存在 那这个确据就是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让我们无可置疑 他因为他有能力的 所以他所说的话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到 他所应许的事情 他所答应的事情 一定可以做得到 这个朋友呢 他从来没有实行过 所以是可信的 所以才是说 威奸知识的确据 所以这是信心来给我们的定义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关键字 就是实底 还有确据 不然其他的就是跟我们字典 字典的定义是一样的 但是圣经的定义 就更确实 更让我们得到一种安慰 更让我们得到一种 真的就是有这么一回事 让我们能够安心 那我们现在再来谈这个信心 在日常生活上的应用 其实我们每天 也是在应用信心 只是说我们不经意 因为我们平常 在心理 在一个做一个决定的过程 我们这个头脑在做决定 头脑在分析 那分析当外分析 采取对我们最有利的 对不对 你不会采取说 比如说要选医生 比如说医生要开刀 那么要选医生的话 也不会去选择一个 好像这个也没有经验 然后这个 就不会选那个 因为你对他没有信 没有信任 所以 比如说我们找的话 一定会看这个 现在网路很方便 会看他的评比 他的评价怎么样 还是通过朋友的介绍 那这个医生 他很好 很有爱心 他很有爱心 他很有耐心 他能够很耐心地回答 我们一切的疑虑 他不会慌忙 他也不会责逼我们说 你怎么问那么多次 跟你讲的 现在还在问 不会凶巴巴的 很耐心 很可爱可亲 那我们就觉得很放心了 所以看病找医生 也是要动用到信心 那当然或许很多朋友 介绍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 在头脑里头 有一个 觉察的过程 那个觉察的过程 就是给予信心 你对某个医生有信任 那就去找他 而且这个医生 确实是存在的 他不是习惯的 他不是像在 有的透过什么电脑 好像一个习惯的人 你什么病 一个电脑录音 好像用语音 讲话跟你回答 现在电脑很厉害 他还听到这种人的语言 所以他也可以跟你回答 不是 这个 我们所找的医生 他是实在的 一个人的存在 刚刚我们说 这个实体 就是有那么一回事 有那个东西的存在 有那个人的存在 那么再来看 网购 我们在购买东西 我们透过网路来买东西 那买东西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 希望能够 买的话 物有所值 那这个品质好 所以我们肯会去 电脑底头查查看 他的评价 看看几个星 只要查一个星 那些不好 至少要四个 还是四个半 最后是五个 假如没有五个的话 也要四个半 我们才能够放心 去买那个产品 所以那个产品呢 也是他存在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决定说 要买哪一种的品牌 这个也是要信心 你相信他的 他的这种的品质 能够一个东西买来 至少能够用上好几年 不会说用了两三年就坏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个信心 那信心呢 其实是加入我们做决策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平常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的过程 那比如说我们开车 也一样呢 那开车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 当然你会 有些时候会看看这个 所及的路况报导 路况报导看了以后 你要相信路况报导是真的 你说那一条路不会塞车 那我说走哪一条路 那塞车的话就不要走 可能有些时候也不太准 你说不塞 到时候怎么塞的 这个路况也是前边万化 嗯 但是至少我们就是要相信 相信路况报导里头的报导的 这路况报导要相信 才能够采取行动 所以既然看了 当时要做一个决定 当然是要不要按照他所说的 做参考 按照他所说的 决定才去哪一条路线 比较不会塞车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 其实都必须要用到信息 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到 大家信仰领域 更是需要这个信心 信仰 信仰领域 因为这个仰 我们来看这个仰 这个仰的话就是 我们看这个仰 旁边一个人字旁 那人字旁呢 还有旁边有两个人 一个头朝上 一个头朝下 那我们想想 那我们想想 这两个 哪一个人的地位比较高 当然那个人 头朝下的人 地位比较高 比如说大人跟小孩子 小孩子都要他 头要朝上 那一般来描写说 仆仁仰望 好像圣经所说的 仆仰望主人 看他的手 仰望他的动作 看看他有什么 有什么才识 看看他对我们所求的 是要说yes 还是说no 是不是会答应我们所求的 所以我们就很注意看 他的美神 很注意看他的手势 有些时候他让手势 他表示ok还是说no 所以我们都仰望 所以这就是说 第一 这个位阶比较低的人 要仰望位阶比较高的人 这个就是仰 那当然在世卫上 有些职位很高低的区分 有些职位是高低 比如说在军队 分得更清楚 什么总司令 什么司令 什么军长 还有这个旅长团长 还有什么司长 每个层级都管 几千个人 每个层级都管一些人 然后一直往上 就更大 他管的人就更多 这个越大的话 他能够管的人越多 大家都要仰望他 要看他来指挥 听他的指挥 对 所以要仰望他 在一个国家 三军的统帅 就是 就是总统 总统是三军的统帅 所以陆海空三军 都要归总统管理 大家都要听他的 这是宪法的规定 这个每个国家都是一样 在宇宙之间 有一位至高职 那是最大的 最高的 没有那在比较高 所以我们平常讲说 总统很伟大 很大 尤其是美国总统 等于是全世界的总统 其实呢 就是川普太说 他不是啊 这个最大是神 他经常提到说 最大是神 我们国家 我们要仰望神的 不是仰望政府 我们仰望神的怜民 所以神是最大 他是至高者的祭司 这里提到说 至高神 那个神是至高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比他更高 所以他是至高 这个庙人才比较高 你说总统也不会比较高 他在至高的 皇帝 以前的那个帝王 也不会比较高 因为他是至高的 他高高在上 他是至尊至荣的 真神 他是至高 那再来看十九节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 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祝福给亚伯兰 这是第二次 提到神是至高的 我们看其实 已经描述说 愿天地的主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给至高的 就是在把这个至高 因为还有一个 麦提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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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祭司 那祭司的话 亚伯兰是很尊重他 但是呢 这个祭司 麦提喜德 还有一个比较更高 所以才要提到至高的神 不然的话 我们人都以为 哇 这位 麦提喜德 他的位分比较高 哇 我说 中间他超过中间神 所以 这里才必须要提到 至高的神 提到 已经刚刚 十八节 提到一次 这个是第二次 再继续看二十节 至高的神 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要不然就把所得的 拿出十分之一 来交给这个麦提喜德 那么至高的神 这是第三次 对不对 第三次 那第三次说 至高的神 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 不是因为你 很多打仗 你带着三百一十八个人 去打仗 然后 把东西 这个抢回来 把人 财物都抢回来 所以 你很厉害 你这些什么 一十八个人 是经历过的 有训练的 不是 是因为至高的神 把敌人都交在你的手里 至高的神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要听那个 至高的神的吩咐 他是总实力 他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看 这个三次 三次提到至高的神 大家继续看 二十一绝 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财物 你自己拿去吧 二十二绝 亚伯兰对所多玛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启示 所以这个第四次 我提到至高的神 所以我们看 在对话当中 这个 这个很奇妙 在对话当中 里面有几个人物呢 一个人就是亚伯兰 亚伯兰他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 没有什么特别 一般叫你我一样 一般的人民 百姓 出来就是 麦吉奇德 他是在宗教上 他是位高的人 他在宗教上 他是宗教的领袖 当时宗教领袖 也是社团的领袖 当时的情绪是这样子 好像早期 早期的 在美国的基督徒 这个牧师 他们一般来讲 都是比较受教育的人 早期的牧师 然后大家都对他很尊重 早期 那当时也是一样 对这个 麦吉奇德 就很尊重 还有呢 有个王叫索托马王 你看 亚伯兰要面对 索托马王 那个王 然后王当时很大 对 还有麦吉奇德 但是呢 我们看 很奇妙 圣经一直要提出 至高的神 不要忘记 还有一位至高的神 至高的神 比索托马王大 至高的神 比麦吉奇德还大 所以就是叫亚伯兰 不要害怕 你不用担心 他们是王 那个是王 那位是祭司 你说害怕 不用 所以他你看 他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起誓 就这样子 他不是 他不是对着这个 不是说 我已经向索托马 索托马王 而是向这个 麦吉奇德 祭司来起誓 不是 他的子 至高的神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 要明白 我们有一个至高的神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自信 就不用怕 我们是至高神的选民 我们在上面有个至高的神 我经常在勉异这些年轻人 就是当有一天我们要去面谈的时候 不用害怕 那个至高的神 他是最大的 不是说在跟我们面谈的那个公司的主管 他的职务再高 他甚至是CEO 他甚至是CEO 他总裁 但是呢 也会比他更大 这个至高的神 说至高的神 假如要帮助我们 要帮助的话 那他也没办法 他这个好 对不对 所以是那位至高的神 再拿起笔来说OK 还是说Not OK 这不是要聘请 就是那个至高的神 说了算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年轻弟兄姐妹 他们都有一些体验 在找工作 有些人觉得他 面对很多的竞争者 他的条件 也不是比其他的人好 但是呢 后来经理就是 录用他 到后来他就问经理说 你当时为什么会利用我 我的条件不是很好 那个经理他也讲不出来 他说经理 经理他也讲不出来 反正就在利用他 所以这个就是神感动他的心 神说OK 那么就OK 也就是至高的神最大 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就是要有这种信心 至高的神 所以我们说仰望 仰望这位至高的神 那他是脸嘲笑 我们是仰望 因为他是至高的 所以全人类都必须要仰望他 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17章的第七节 以赛亚书17章第七节 以赛亚书 当那日 人必仰望 照他们的主 眼目 众看 以色列的圣者 这个主 也就是那个至高神 圣者也是至高神 所以人必仰望 他们的主 当那日 就有一天 什么日子 不一定 可能我们碰到困难的那日 就是当那日 我们需要帮忙的日子 也是当那日 所以我们人 有些时候会碰到难题 那么这是我们仰望 神的日子 当那日 尤其现在在乱世当中 那我们更是要仰望神 现在这个社会很混乱 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 为了选举的事情 也是先路 大家不知道怎么好 所以也要仰望 我们现在也是要仰望神的时候 仰望那个至高者 要仰望他 看看给我们指明一条道路 就是赏识智慧 赏识智慧 给那些人 给那些掌权者 能够很快地处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仰望 那尤其在这个乱世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仰望 那我们刚看到 信心的意义 就是说 他是实体 就是实实在在的 他是很实在的一位 我们叫存在者 这个神 当然有的人说 神是里面基督教的人 做编造出来的 所以好像不可信 有的人是我们编造的 因为他也看不见案里面的 那有位牧师 很可惜 他当牧师 后来他就离教 他不再当牧师 他还不再当基督徒 他变成一个无神论 那么为什么他变成一个无神论呢 因为他说 他说你看 我们所面临的都是人 我们走到哪里 都是人 都是人在我们的旁边 神在哪里 神在哪里 我们在家里 我们家人跟我们在一起 出去 我们有朋友跟他们在一起 多数人在我们的旁边 你说神在哪里 神在哪里 所以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神是真实的存在 我们看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十九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 神的事情 能所能够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那神是灵 当然神是看不到 对 那个牧师说的也是对 但是呢 这个神的确是存在的 人所能够知道的 显明在人的心里 这个 已经显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每一个人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怎么显明呢 再继续看二十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所以是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我们叫人无可推诿 这里很奇妙 神的永能 这个永远的能力 我们看天地万物 这个星球 圆圆的 火星 各种星 我们地球 月亮都是圆的 都是圆的 那么这些圆圆的 当然他们在那里运转 运转呢 这个 就是也有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谁给他的 我们看马达要赚 有一个 有一个 实体 假设要赚的话 有个圆球 我们要让他赚 一定要赚在马达 才能赚 可是这个天地也没有马达 所以说神的能力 让他这样子转 让他这样子安排 这就是神的永能 还有神性 神性就是说 神是不轻易发目 神他不轻易发目 神是善的 那我们人有些人是恶的 那善恶当然不能够分在一起 因为神是很圣诀的 不能够容许一个小沙 好像有这个沙力在眼睛里头 他就不属于 就把这个沙力除掉 但是神的宽容跟忍耐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悔改 所以神的永能和神性 那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人也有一种良心 人也有一种道德的基本观念 所以社会为什么能够持续 为什么能够大家很安宁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道德的标准 那这个道德的标准 让人们就不容易去做恶事 去伤害到别人 所以这里说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那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那当然这个很明显 假如没有神的话 那这些仪器的万物都很和谐 天体运行 也不会碰撞 不会说忽然这个 这个电没有 不运转的 糟糕的 我们地球车都不运转的话 那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 神的永能 这个神就是借着所造之物 那我们就可以晓得 所以他的确是存在的 那这位神呢 就是我们仰望的对象 这个至高的神 是我们仰望的对象 那仰望他的话 就有福气 仰望他 那虽然 有些人还不明白 但是呢 我们仰望他的话 就能够 就能够有福气 我们来看 在河边杂根 炎热来到 便不惧泡 夜子能必清脆 在干旱之年 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那这边我们看到说 在干旱之年 这个树的敌人 就是干旱 干旱的话 就是说 这个环境很恶劣的 炎热 那热呢 来的话 这个河水会枯竭 就变成干旱 但是呢 他假如宅在水旁的话 那就不怕 在河边杂根 那他都不怕 在干旱之年 毫无挂虑 他不惧怕 那不惧怕 就是说 这个炎热来到 他并没有看见 他就是什么恩典 他有这种的平安 可是别人看 哎呀 你情形很糟糕 你还不赶快处理 怎么怎么样 讲过一大堆 好像是不太可怕 但是他本身呢 不觉得怎么样 他本身看不见 看不见那个危险 看不见那个困难 看不见那个困难 所以他就不怕 因为他是看 没有看到 所以 依靠神的人 在困难来临的时候 他好像若无其事 所以他就能够享受平安 那假如我们对于那个困难 有的人 不但是 不但是承认那个困难 而且还夸大 在把那个困难夸大 其实困难的本身 并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有的人在继续夸大 越夸大越害怕 越看的话 越害怕 不看的话还不害怕 对不对 所以 依靠神的人就像树一样 在于水旁 所以在困难来临的时候 在挑战来临的时候 他就不许多看不到 他的叶子 很有生命力 他仍然有平安 仍然有喜乐 仍然能够炸糖过生活 我们看有些人困难来临 他就垂头上去 头就抬不起来 也笑不出来 甚至连饭也不想吃 也不想准备饭 反正他就是 放弃希望 太可怕了 但是我们依靠神的人 就不会这样子 这个神的尝试 神有福乐 他依靠的 神会给他保护 神保守他的心 能够平安 平静安稳 在感慨之内 没有什么挂虑 这个不是用印出 不是用我们意识力 说我不怕 也不怕 讲了几分钟以后也会怕 只是对别人说不怕 其实回家以后 还是觉得很害怕 以前有位军人 打过仗的军人 真的是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候他是当一个 比较小的军官 打仗的时候 他就鼓励大家不要怕 因为现在已经相比 有一次记者访问他 那个已经相比六十几年 所以他年纪已经老了 他说 其实他有害怕 但是他告诉他的部下 告诉他的阿兵哥 说不要怕 他说其实我也怕 所以你说不怕 只是表面对别人 说回到家以后还是很害怕 晚上躺下床 想到要打仗 还是会害怕的 但是依靠神的人 就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表面的 还是说 应说我不怕 还是用他的意识力 我不怕 不是 神直接都赏识给他 一个平静安稳的心 神赏识给他 一个平安的心 所以他就 不会有利 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神是值得信靠的 那么我们刚刚不是看到 西伯拉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说信 是守望之士 是守望之士的实体 是未见之士的缺具 那我们刚刚讲到缺具 我们刚刚是谈到实体的 substance 所以有这么一位神 就是神是真实的存在 那么现在来谈 这个缺具 这是有这个 他的能力 值得来相信 这个人的本身 就是值得我们来相信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任 我们对某一个人的能力 有这个充分的信任 那么我们来看 能够来 让我们能够相信的理由 我们以最近的事情 当然圣经 圣经就是为了神来做见证 对不对 那我们看以色列国的本身 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以色列国 以色列这个国家 大概在主前586年 就亡国 那王国一起流浪 一起流浪 那流浪到 二次四日大战 还是很可怜的 他们在欧洲 这样子被人家驱赶 从这个国家 到另外一国家 甚至于以前的希特勒 还想要把他们屠杀 种族灭绝 所以他们很可怜的 我们看到 从主前 586年就已经亡国 那可是圣经说 神要让他们 二次再召回 第二次再召回 让他们重新能够复活 这圣经预言 那真的在 1948年的5月14日 他们真的在原来的地方 复活 就现在以色列国家 那以前就叫做以色列国 现在还是一样叫做以色列国 这个就要证实 圣经所说的都真的 圣经叫做神的话 圣经都是神的旨意 所以圣经的故事 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以前有一个以色列国 他们亡国 已经快2500年了 在1948年 他们就复活了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预言 很准确 圣经以前就有预言的 所以神正在照顾着以色列人 但以色列人 他们其实在各方面 都很有成就 他们有很多人 也曾经拿过 这个诺比奥奖 这个科学奖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金融界 金融界里面 他们很出色 其实 有一天我到阿根廷去 那个阿根廷的人告诉我说 在当地的以色列人 他们非常聪明 他们很会赚钱 他们也非常聪明 就是有办法 而且他们很团结 所以神真的是大大的祝福他们 这个以色列的国家 就是以前向亚伯兰所应许的 所以第一个是圣经来做见证 那最近的事情就是以色列国 的富国就是相信 也为神的存在 那他所讲的话 所应许的真的就实现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查考了 我们也没有实际讲很多 这个圣经的预言 这个有些一直在实现着 那么第二个 我们刚说圣经 就是为神做见证 我们现在是要讲这个 确信 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 确据 有一个证明 那么第二个就是 应许圣灵的降临 应许圣灵 因为在基督时代 应许 说以后呢 这个有应许圣灵 让他们降临 降给所有的人 真的在主要书圣灵以后 他就告诉门徒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门徒就没有离开耶路撒冷 在那里等候 在那里祷告 不久到了五行节 他们真的得到 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今天呢 也是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那我们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舍得会卷动 会讲灵言 那得到以后 我们就证实 当时主要是所讲的话 是真的 他真的 所以真的以后 耶稣这个人呢 真的他回到天父那里去 因为他说 他回到天父那里去以后 他就求天父 把以前的应许圣灵 赏赐给我们 真的这个做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领受这个礼物 那就是让我们 我们能够证明 就是有这么 要寄礼物给我们的人 赏赐礼物给我们的人 当然有 要发送责 对不对 总之礼物 不会说 怎么 邮才他怎么会 对不对 没有能付 没有能付邮费 他怎么会送信来 他不会的 一定有人 有人 这个寄送 把邮才才把它送来 所以一样的 我们今天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那就表示呢 我们真的有个证据 那这应许圣灵 他不是一种感觉 一般基督教朋友说 他也有圣灵 对啊 那个圣灵 圣灵感动到圣灵 那圣灵的话 但是还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那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要以所领言为標準 你有圣灵 没错 你也可以有圣灵 圣灵感动 圣灵感动 你说那你要相信耶稣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看十几遇遗憾 十几遇遗憾 那时候他在母父里头 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也是有圣灵 但是他没有领到 他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他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那以前在旧位时代的人 他们有些人也被圣灵充满了 但是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那所应许的圣灵是到了十五时代 十五时代的五旬节 第二章里头才降临 所以主要主在 越开人福音节的第七章 他也说嘛 他也说 这个水 这个什么江河的水 这个江河的水就比喻了圣灵 就从念前这样涌出来 这个是比喻圣灵 圣灵还说当时那圣灵还没有降下 就是所应许的圣灵还没有降下 还没有降下 所以在五旬节以前的人都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但是他们有被圣灵充满的这种迹象 也没有神的灵 神可以随意做事 我要充满谁就要充满谁 以前摩西教造会幕的时候 神的灵充满那些 那些巧匠 让他们能够有智慧 有聪明 想出来要怎么制造会幕 来制造一些器具 所以在旧的时代就有 神在创造的时候也是一样 神的灵就充满这个水面上 在预警在水面上 所以这是应学圣灵 这个很重要 我们今天要得这个应学圣灵 因为这个是一个证据 一个凭据 好像以我们所说第一章十三节 那你所说这是一个凭据 一个证据 凭据 很多圣经 吉拉太书那边也记载 我们看吉拉太书三章十四节 吉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 这边叫有伯罗汉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你看这边说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省略 你得圣灵 其实要讲全文 你今天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这样子 讲灵言 但是我们还要被圣灵创满 叫圣灵充满 自然就会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个人就会喜乐有平安 自然他就会节制 不会随意发脾气 他会温柔 一个人假装真正被圣灵充满 所以应许的圣灵 就是说 怎么去证明你得到应许的圣灵 就是讲灵言 舌头震动 就是舌头的舌音 这个讲灵言 这个就是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今天说 你得圣灵的 这所应许的圣灵 这个是一个证据 证据是真的 这个我们所相信的是真实的 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那神是真实的 有一个证明 但是我们还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那圣灵就一直在我们内心充满 好像史物时代 很多次记载 他们被圣灵充满 就很大胆来宣传福音 这不会恐惧 不会害怕 那这是第二个 怎么来相信 神来相信 这位实在的 那我们值得信靠 就是应学圣灵 那么第三个 就是信仰的体验 我们信仰的体验 就是一个证据 信仰体验 那很多人都有这种信仰的体验 比如说 在2004年 那我要做一个说述 那感谢神 神赏识平安给我 所以我都不会害怕 就刚刚圣经 我们在耶利民书 书七章第七节 跟第八节所说的 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不会害怕 他们也不会忧虑 说真的 神给我们一种的平安 不会害怕 说述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会害怕 但是神假如赏识给我们平安的话 我们就不会害怕 有的人打针就会害怕 何况是所述 但是神 神 祂把这种平安赏识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无所畏惧 就很自然 就很平安 很平安 不愿意想到其他的 怎么样 然后医生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所述有什么风险 怎么样 你只要看到那个困难的话 就害怕 但是神 傻子给我们平安 我们就不会害怕 这个就是信仰的体验 有的人当然 每个家庭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信仰的体验 也就是神的恩典 让人能够体会 神的确是存在着 让人增加信心 增加相信的动机 增加相信的动机 这个动力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圣工 也会有这种的体验 也会享受到平安 享受到意外的平安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信仰 从信仰来体验神的存在 这个也是一个证据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圣经 本身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为神做见证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读圣经以后 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 那么第二个 我们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好像这里所说 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让我们得着 应许得着这个证据 这个是真的 真的耶稣所说的话 不错 他在2000年以前 他告诉我们的不错 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就是他的能力 他赏赐给我们这个应许的圣灵 他的能力 他的恩慈 他的恩典 那值得我们的信赖 值得我们的信赖 就是要领受这个所应许的圣灵 那所应许的圣灵 这个圣灵就好像一个通道 一个管路 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管路 那神就透过这个圣灵 把他的爱来加关在我们的内心 还是把他的道 把他的话 放在我们的内心 也让我们能够想起神的话来 那圣灵也可能让我们洁净 净化我们的心灵 这是国分面的好处 那信仰上我们要多体验 我们只要来信靠神 经常来聚会 我们只会有体验 这个信心的生活 都是很实际的 人家信仰也是 也在生活化 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要让神 走入我们的生活 我刚刚讲的 这个信心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 就会发生 但是在这个信 在信仰上更是 在信仰上更是 我们经常都会用得着 所以但愿我们经常来 查考圣经读神的话 经常祷告 就能够增加我们信心 那么求神来增加我们信心 也可以求神增加我们信心 那自己可以透过 经常听道理 经常听见证 来增加我们信心 因为人总是要 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个头那里头 他所想的 所想的 这个信心会影响 一个人的决定 影响一个人的决策 那 假若一个人做一个好的决定 那当然就没有后悟之忧 他就没有什么后悔 但愿我们都能够过着一个 没有后悔 平安喜乐的生活 我们再来 我们就来祷告好了 我们就祷告